三修五先生與李祖元先生這個演講對談會的現場 我是楊恩達 在這邊代表李祖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歡迎大家 可能大家有些人可能會知道 我是做這個准建築人手找網站 還有准建學堂這個創辦人 那今天其實非常感謝李祖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會給我這個機會來舉辦這次的活動 非常感謝 那我先從今天主要的十三修五先生介紹開始 十三修五先生是1944年出生的 那之後在日本的早稻田大學獲得學士還有說是學位 那之後呢他其實很厲害的就做了他自己的一個幻安那個住宅 在1975年的時候就做這個 讓整個日本建築圈其實會覺得 哇怎麼會有人做出這樣的東西 甚至於有人會覺得他是一個建築的革命家 那之後在這些 那些年代裡面我們十三先生他甚至做了很多跟弱勢族群包括像盲人包括像像是兒童一些他們的比如當作工作營甚至做他們的住宅很多相關的一些事情都有十三先生一直在推動當中到近年的時候像去年在311的這個海嘯之後十三先生他在日本的東北也就是在七仙早市那邊他推動了一些 重建的計畫他幫助當地很多在富裕的像樹木的這些事情都不斷在推動著那今天晚上的這個盛會在下半場會由我們的李祖元先生會加入這個對談的行業當中那可能大家對李祖元先生非常的熟悉從早年的紅國大樓一直到環崖百貨到最近的像在旁邊大家進來必然會看到台北101 或者說在中部的中台禪市或者說在中國大陸很多案子都有我們李先生的痕跡在那大家可能會好奇說怎麼會十三先生跟李先生怎麼會認識在1989年的時候當年曾經台灣辦過一場非常轟轟烈烈的這個台日建築師的一個連載 那當時有很多當年年輕的日本建築師和台灣建築師一起來參與這個叫開東河西的一個建築展那我在想在那個時候十三先生跟李祖元先生就建立了非常好的情誼甚至於我在猜想其實那個很多人會說十三先生是我們李先生的粉絲有這樣子的說法傳出來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十三先生他也寫了像是 李祖元論這樣子的文章 後來還在1997年在2001年的時候都有發表過文章演講十三先生在談論他心目中的李先生是怎麼樣的從中國或東方很傳統這些意象裡面開創出來的一些建築的設計 那我們剛剛在開始之前其實我們在隔壁在那邊坐在一起其實十三先生一直他覺得說李先生他是一個非常具有原創的先生 一位建築的一位建築師 所以我們今天才有這樣子的一個接下來會有演講會這樣對談的事情出現 那我在想在正式開始之前在十三先生正式演講開始之前我想帶出一個小小的故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十三先生曾經跟我們講過一個很有趣我自己是覺得很有趣的故事 他講說其實像我們在做建築設計的時候會非常的投入甚至會強制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會強迫自己不斷的去做設計不能去想這樣子 後來他覺得要讓自己生活再放輕鬆一點 然後他就聽到人家說可以試著可以當一個類似像自耕農可以在屋頂上面做點東西這樣的事情 於是還要想到他就去他們自己住在樓頂上面去運來二十幾噸的土桶到來那邊 然後開始種菜種花甚至從東南亞收集來各式各樣的種子就灑在那邊 他本來想說他想要過一個稍微就是可以要那麼的客製的事情 結果反而他那個狀態他變成一個完全沒有一種客製的事情 接下來那些東西因為要去灌溉他那些花草要灌溉他 他必須要用廚餘來灌溉 就廚餘這些東西他又變成說他為了要生產這些廚餘而去吃很多飯菜 然後到最後又去產生這些廚餘在屋頂上去灌溉那些花草 接下來他又發現這些廚餘堆太多在屋頂上面了 他又發現怎麼辦我要怎麼辦去對抗那些一天到晚來攻擊的這些烏鴉 他又開始做一些一些框架 甚至做出一些人形的框架在屋頂上面去想要把那些烏鴉趕走 甚至於到最後他想要自己去蓋一個小屋 讓自己可以住在那個屋頂上面去可以去對抗那些烏鴉 可是為了開始要做這個小屋他又開始去畫一些草圖 想要去把這個小屋做得更漂亮一點更有那個味道一點 說到底結果發現我們這樣的前輩建築師 竟然是對於建築設計師這麼樣的投入 甚至我會覺得說他是有很強烈的一個執著感 那十三秀五先生也告訴我們 其實做建築不只是認真做而已 要用心來做 今天晚上我們就可能從這個點開始我們來歡迎 一起用掌聲來歡迎十三秀五先生 一心來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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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来台湾 第一次来台湾已经是30年前了 我刚才在台湾的新年代 第一次来台湾做这样演讲的时候 或是跟日本的一些 跟我年紀差不多一些 那當時我們都很年輕 那我跟日本的一些年輕的建築師 來台灣這邊做這樣 大概也是這樣一個人數的演講 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台灣 第一次跟這麼多年輕人接觸的第一次 但是30年絕對看來 友人是理想限一人而已 那其實在這30年那時候我也認識很多人 那我唯一跟李竹園李竹竹師 是唯一一個我們已經相處30年 然後一直是一個好朋友 那為什麼呢? 想想想 他也覺得有點危機的 那其實我自己一直在想 我為什麼可以跟李竹園李竹竹師 可以這樣子做這麼好朋友 來到這樣的30年 其實我後來發覺 因為李竹園李竹竹師 他有自己本身相當獨特性的 一個辨識性的一個建築師 那其實他今天也覺得很開心 他今天也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今天讓他回想到30年前 他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跟大家做演講的時候 也都是跟大家一樣 在場的這些視頻者 也都是這麼年輕的一個 一個未來的一個心心選擇 所以他也覺得很開心 我現在也覺得很年輕的 我現在是年輕的時代 那這裡面大概我跟李竹園李竹 就是最老的 我們已經有在世年輕的時代了 所以我沒有在世年輕的時代 年輕人的時代 我沒有在世年輕人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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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最初的提出 我最初的提出 我開始說話 那其實我今天要演講的內容 其實不是以一個長者的一個角色 來跟各位年輕人來說服什麼 來教導什麼 而是我其實我針對 我現在我對各位年輕人 年輕的這一回合 你們大家其實有很多的期待 那我想從這樣的觀點 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那這樣的演講 像這樣的演講 基本上幾乎有結論 然後就結束了 那其實我今天主要是 因為我今天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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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各位做一些建言 那今天我會先從你的結論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首先我要一開頭 要跟大家各位所講 因為大家都還很年輕 那我想跟各位轉答 就是說將來對一個建築有什麼可能性 台灣的特別的特色 那台灣有什麼優點 那台灣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島國 那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島國 那年輕建築有什麼可能性 將來會有什麼可能性 那其實只有一個可能性 那其實你們 那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力量 那其實你們 那這聽起來或許很困難 實際上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因為沒有國家對年輕人的支持 其實年輕人他就沒有將來的可能性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芬蘭或其他小國家一樣 其實國家對年輕人栽培是不宜盈利的 那這個也是我們台灣國家需要學習的地方 那也是年輕人必須讓國家知道的一個重點 那因為台灣其實他並不是那麼大 所以這個年輕人必須讓國家知道的一個重點 還是有可能發展的一個方向 因為如果大家都只是自己在自己的小範圍 然後很自由 只是自我發揮的話 其實這樣的力量不夠大 那所以其實每一位年輕人 他都要集合自己的小範圍 只要 一個小小的力量 然後變成一盤大力量 在做所有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什么 I'm Little Old 第一张这个画面就是我本身的工作的一个 我本身作品的一个介绍 那实际上各位只要从这个网络上搜索我的资料的话 那很简单这个画面就出现 那其实这个页对世界上很多年轻人 他都很喜欢这个页 然后也都一直有研读这个网页 那所谓这种电脑还有网络上的媒体 也就是我们各位年轻人目前最大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那也是我们平常在做这些对话 communication 的一个最优良的一个技术 那其实我做这么多作品 其实我的一个identity 我的一个认别性只有一个 那我所有的作品其实就只有这一个方向 所谓的man made nature 就是由人类来创造自然 那我这样子所谓的一个展览 我这样子的一个展览是从weimar 然后到staka都有在做这样一个巡会战 这是日本政府非常冷的 所以日本政府的力量没有出现 那实际上日本政府一样是非常冷漠 对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推展跟交流是非常冷漠的 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展览其实都没有任何猜谜 那实际上很好玩是说虽然我自己本身国家的这些政府 没有做没有协助我 可是我每到一个地方像到藏德国 那德国政府就会给我很多协助 那对你们来讲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利用这个网络 然后来做所有的这些资讯的一个搜寻 不是说只是简单透过电脑然后来画动画 或者画一些绘图而已 其实以你们现在的世代大家应该都非常上手了 就是透过网络 透过电脑来跟世界连接跟接触 那我现在正式开始做我的演讲 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图表 那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图表 那实际上从我们年轻到年长 我们自己的所有作品 其实都要做这样一个图表 那这是我自己本身一个所谓的作品图表 那这里大概里面有大概百分之六十的一个作品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图 一个地图它必须要有山 那我第一个山就是我创作这样一个小山 然后我的第二座山就是做这样一个社区 但是中心的背骨 要是中心的背骨 就是这里有一个技术的技术 那当然其实我的所有的骨架 我的骨架会有一个技术来做一个支援 但是若干世代的你们 那你们都可以遇到大事件 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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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够评论吗 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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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遇到一些变故 那实际上班长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中 其实都遇到很多变故 那特别是左边的部分 他遇到一些变故之后所作为的一个作品 那这些就是他整个一个作品的总和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不管你们的工作 或我自己的工作 都不是我们一个人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 因为其实没有旁人的协助 就是没有办法完成所有的东西的 それは社会であったり いろんな集团であったりします 不管是需要社会的一个支援 或者是一些集团的一个支援 去年 去年ですね 昨年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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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大変大きな事件に遇到 那实际上去年我本身遇到非常大一个变故 那相信各位都已经知道 我去年遇到最大的变故 就是所谓的东北三一大地震 那它有非常大的地震 然后还有非常大一个海啸 那甚至还有福岛的和能的一个事件 对我身为建筑师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那这样的事件对我本身身为建筑师来讲 想法完全改變了 每週的想法都沒有變化 每週每週的想法都沒有變化 每週的想法都沒有變化 那實際上我們人沒有辦法 每週每週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十年毎年 也沒有變化 可是我們人雖然沒有辦法 每天每天有不同的想法 有一個湧出 一個出現 可是如果人十年的想法 十年內完全不變的話 那這樣人其實他也不太有 太大的將來性 那雖然我本身年紀已經不年輕了 可是經過去年的三億大地震 對我來講那大概是一個 非常慘痛的經驗 就是非常大一個機會 大家也有大事件 或者大事件 大事件很重要 所以其實各位年輕人 你們如果遇到這些 比較大的事件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機會 那這個是我在去年三億大海嘯之後 對我來講最重要也是最大的一個作品 這是東北的小小津 全都全部的建築 那實際上這是在東北的一個小鎮 那它所有的建築幾乎都已經被毀壞掉 被這些大海嘯 被這些大海嘯毀壞了 那我的作品幾乎80%都被海嘯衝走了 那我去年三億大地震 其實我本身 也突然體會到 建築或者設計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薄弱的一個東西 那對我來講 我如何在這個整個被毀壞的城市 再重新把它復興 再賦予它的一個活力 對我來講就是 賦予它一個自然 首先是要賦予它一個自然的環境 是最重要的 我們如果只是一個非常人工的建築 再重複給它的話 我們如果只是一個非常人工的建築 這是不行的 因為對人人來講 我感受到對人來講 它一個精神的一個支撐 其實就是一個自然 我全て壞された町の近くの山に 這個樣的設計 那這個是在下面這個白色的部分 就是那個小鎮小城市 然後它的旁邊有這樣一個大山 那這個包含這個山 就是我這次整個project的提案 那這個山的海拔 其實它還比陽明山還低了一些 那我預計在這邊 大概植栽三千棵以上的櫻花樹 櫻花布道 那我預計在這邊 大概植栽三千棵以上的一個櫻花樹 櫻花布道 那我預計選擇一個顏色完全跳開的一個植栽 一個樹木的一個植栽 那這個其實就是我剛剛演講一開始所講的這個manman nature 就是人類創造自然的一個想法 那這樣一個事件不是我本身一個人就可以完成的 那這個是與安藤忠雄一起合作的一個案子 那其實安藤他可以去募集到很多錢 對我來講是助力很大的一個人 那這個案子其實安藤就去募集錢 那我就是用錢的那個人 那實際上這個要創造這個其實真的是要花蠻多錢的 那在今年中預計把中間那一部分 最最重要這部分先把它完成 那實際上要到完成這樣一個狀態大概預計要花十年左右 那這個完成前到底我跟李祖元李建築師還活著還是已經不在了 大概就差那個短的一線之間 那對我來講這是對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品 那我希望我能活到它完成的時候 因為所謂的自然其實它的生命是非常非常長久遠遠不斷的 那我從這一次這整個事件這整個提案我體會到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大家所知道的由李祖元建築師所設計的台北101 那容我只講可能對年輕人來講這樣這個101的建築不一定是這麼被年輕人喜歡 那為什麼它沒有辦法馬上被年輕人喜歡對我來講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有自己獨特的一個辨識性的一個建築物 那實際上像這種具有非常它自己獨特性的一個辨識性的一個建築物 一開始是比較沒有辦法馬上讓人家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你如果單獨去看這個101 它是一個非常大量級的建築物 可是你再看後面的跟後面的山的背景相較之下 其實它還是一個非常小的一個東西 我們再回到前一點 那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地底跟平面的一個比較 像那個它剛剛我們看到101 它是一個垂直性的一個量體 那剛剛這個安坡山它是一個水平的一個量體 那對我來講可能李建築師他的一個想法 對我來講李建築師這個他的一個思想的中心點 其實它就是一個中國的一個思想 對我來講我們可以跟旁邊這所有的建築物比較看看 其實101它是非常有它自己獨特性的一個 identity 那實際上對於這樣一個類型的建築物 我們身為台北人還是台灣的一個建築人 其實可以用不同的眼光來看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眼光 來看這樣的一個建築物 那我再回到我在日本東北的小城鎮的這個案子的說明 自然に対してはこういうようなデザインを行いました 那我是希望在這邊創造一些自然 然後所去做這樣的一個設計 建築に対しては 那有關建築部分 我就是在這港口部分有做這樣的建築提案 これは一人では建築家一人ではできないから これは日本の非常巨大なゼネラルコントラクターと一緒に この提案をいたしました 那實際上這樣的量體並不小 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所以還是要靠在日本比較大的一個營造場上 還有很多人的力量一起來完成 一人でできることと一人ではできないこととは はっきり分けないだけ 實際上我們每個人要把自己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工作 跟沒有辦法自己一個完成 需要團體的力量完成工作 要在自己心裡要很清楚的分別處 なぜならば建築物 これは非常にお金のかかるものなんです 因為其實我們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些建築物的一個建築物 要建造這樣的建築物 其實要花非常大一個費用 これは皆さんびっくり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僕も今日見てまたびっくりしています これは理建築物の中央大陸の西安の仕事です 那這個是理建築物 他在中國西安的一個案子 一番最初に僕の頃にて嫌いだなと 好きじゃな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實際上我看到這個建築物的瞬間 其實我也沒有覺得很喜歡 あなたたちが台湾人とあると同じに 私たちも日本人なんです 那其實上… 其實是… 雖然你們是台灣人 我是日本人 可是大家的感受 大家瞬間的一個反應是一樣的 でもモダンデザイをする人は 要するに 中共は嫌いなんです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的設計 都是偏向所謂的モデル 所謂的現代 那其實現代… 偏向現代建築的人 其實他基本上他會比較… 他會比較不喜歡這種傳統建築物 世界中で市外に理想原が ただ一人 I amブーティスト 私は仏教徒であると言うんです 那實際上在這世界上 唯一可以拍胸補說 我就是一個宗教人 我就是一個宗教人建築物 可以這樣子非常… 非常拍胸補講的 大概就只有李祖元 李建築師一個人 これは非常重要なことだ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これは彼の仏教 仏教に対する関心が 表現的表現 那其實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我們可以… 從這個建築物 我們可以看到李建築師 他對宗教的認知 跟… 對宗教的認知跟熱忱 ですから 私もたくさんの国際会議に出ましたけれども 私も国際会議で私が 日本人であるってことを言いますけれども 仏教徒であるってことを言わない 那其實我參加過很多 這種國際論壇 可是我自己本身 雖然我也是日本人 可是我幾乎從來 沒有辦法談到 有關宗教的佛教 或宗教的一個… 一個說詞 それはモダンデザイにとっては タブーなんですよ タブー 禁止 那其實所謂的 這樣的宗教建築 其實它跟現代建築 是相抵觸的 まあ… これもまた… マカデカリ メイリビル マカデカリ200mと400mぐらい でもこの巨大建築には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とは違う何かがありますか この巨大大建築には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とは違う何かがありますか 其實我們把它跟所謂的ディズニーランド園 ディズニーランド園 ディズニーランド園常常有 這樣子的一個大量的建築物 可是我們可以跟它比較 它是完全不同意義的建築物 私はこういう建築を台湾の若い人たちに進めようとは全く思いません 那我也不是說要跟各位台灣的年輕人 來推薦這樣一個建築物 でもそれぞれの建築家にはそれぞれのidentityがある 我只是要告訴各位 每一個建築 他每一個有他自己獨特的identity 是很重要的 僕もこの建築家は正直言って 嫌いです 嫌いです あんまり好きじゃない 那我還是只講一下 我本身沒有很喜歡這個建築 でも重要なことには ここには何かのidentityがある 可是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從這邊找到他一個獨特 他自己本身獨特性 獨特的identity そのidentityの大半は台北の人は持っていない 那我感到台北的人其實 台北很多人 並沒有自己本身獨特 並沒有自己本身獨特的identity的想法 那這個是一樣 在去年三陰地震 受到很大的災害的 在東北七仙藻市的 理所園理建築市的一個提案 私と安藤さんが作っている こういうグリーンの作用水に 自然のストラクチャーと 全く違う あの三線があります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綠色的部分 就是我跟安藤先生 我們所做的一個 グリーン的一個綠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紅色部分 就是李建築師他的一個提案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彼はここと very long way こことこことここ を結ぶ強い軸線 軸を作れば 我們可以看到 李建築師 在這個東北的七仙藻市 七仙藻市 其實他下了一個 很powerful的一個軸線 この強い軸っていうのは まあ中国人 に特有なものなのか どうか分からない 那其實對我來講 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說所謂的 中國建築 他是不是就是 大部分會有 這樣的非常強而有力的 軸線的一個想法 でも パルトヌ神殿以来の 建築のサービスイングであること 確かに パルトヌ神殿 パルトヌ神殿 パルトヌ ギリシャの 古い建築と 同じような考え方 那實際上 這樣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一個軸線 是跟在希臘神殿 是一樣的想法 決して中国だけのものではない 所以 對我來講 可能這樣一個非常有力的 軸線的一個想法 並非中國獨特的一個想法 でも我々が作ろうとしている こういうような 自然の軸と 彼の人工的 強い軸とは 全然違うということは はっきりか 其實我們可以 從這樣兩個提案 可以感受它一個相對性 我們的提案 是這樣子一個非常自然的 一個 非常自然的提案 那跟這樣一個軸線 強而有力的軸線 是完全對比的 那對我來講 我本身也沒有很喜歡 這樣強而有力的一個軸線 那對我來講 我本身也沒有很喜歡 這樣強而有力的一個軸線 那我本身是比較喜歡 這樣一個軟軟柔和的 比較柔和的一個線性 でも違う価値規 違うものの考え方 認めないといけない ということはしている 可是我知道 每一個人的想法 還有每一個 每一個 它的一個存在 跟它一個價值 是不同的 那對我來講 我也不是要反駁 這樣子一個想法 我也一樣是 必須接受它 因為它還是有 它不一樣的一個 價值的一個存在 他人の 先も言ったように 他人の考え方 というのは とても大事なんです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別人的想法 也是很重要的 これは理想源が その街に作った コンセプトです 那這個是李建築主師 在東北這個小城鎮 所作的一個提案 very crazy thing 這我應該不用翻譯 反正バック 強い軸が これは全部宗教 ブティズム的こと 我們可以看到 李建築主師 他是希望把很多的 一個宗教的信仰 把他帶進來 然後由這個 由這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軸線去做一個連結 この考え方は ヨーロッパ人も アメリカ人も 全然わからない 那實際上 這樣的想法 可能 美國人或歐洲人 他可能都 沒有辦法很清楚 了解 しかし あなたたちが自然にやっている ガーハウス以来の モダニズムの真似というのは 真似というのは これと似たいの世界 なに 實際上 各位 目前所授的 建築教育 可能都是 從 ウォッフォース的 一個世代 開始 然後 都是現代 一個想法 最近のセオリ 最近の理論 最近の大物語の考え方では そして もう一度 前景 年 Skidata の前景を お見せします 今後 再rent 讓各位看一下我整個在這個七仙早逝的一個整體的一個提案 自然的構築、自然的深深的關心和人工的東西 要是二個一起的 應該是大重要的事情 那對我來講這樣一個城鎮最重要的就是說 它有一個非常自然的一個紋理的一個背景 然後再有這樣人工的一個建築的一個整合 融合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我還是要強調一個人的能力能完成的東西其實很小 那對各位年輕人來講這樣一個非常強而有力 非常大一個teamwork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也是李建築師的一個計畫 他今天好像秀了太多李祖元建築師的一個project 好像感覺不深 但是這個強的軸、建築師的一番實在建築的本質的東西 那當然我也知道像這樣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一個軸線 對建築來講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我本身也做不來這樣一個做法 那可是我可以知道我也可以了解它的一個價值 那這個是我另外一種不同形態的一個作品 建築最重要的一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humanism 那其實對我來講人類跟人類本身之間的一個尊重跟交流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是在這個柬埔寨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是在柬埔寨的一個作品 建築的一個單位、獨立的建築 那像這種對我來講 我自己本身認為像這樣獨立的一個建築 我覺得這個案子是做的、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好的案子 那我本身其實對宗教、對佛教不是那麼清楚 那其實這個是在柬埔寨應該是佛教的一個最大一個建築 那這個也是跟柬埔寨的人民一起做的 所以這個案子要花十年 那設計費非常非常少 那這對我來講 那這對我來講 我是可以自己本身覺得很榮耀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相信各位也都雄能詳 它是一個宗教建築 一個佛教建築 也是台中禪室、中台禪室 在台中 那我自己本身其實去過好幾次 我每次去都沒有覺得很喜歡 是台風將來是要位於台風 沒有理解 是台風也是要來的 台風也是要來的 主要是因為要去的前一天 台風來了 可是我還是得照著行程走 可是最最重要的是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最有興趣的就是說 我一直在問我自己 我為什麼這麼不喜歡這個建築物 那是因為它一定隱藏 它可能它有一些重要性 其實你一看就很喜歡的東西 那些對我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的 因為我一眼我看不出 這整個建築物它的一個組合 組合的一個想法 因為我發覺這樣的建築物 跟我自己的想法是完全背道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始想要來研讀這個案子 可是我還是不喜歡 這個 這是我另外一個都市的一個提案計畫 那這個主要是在講這個Energy 所謂的能源 那我相信這樣子一個題目 對台灣也是很重要的 環境的問題 垃圾的問題 垃圾的問題 還有整體的一個環境上的一個 所有的相關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很大 它總面積佔45公頃 其實這個提案最難的一點 就是說 在這樣一個45公頃的一個基地內 它的所有能源都必須自己生產 自己自足 水也是從這裡 從這邊流過來的一個河流來索取 垃圾也不能從這個基地 拿到外面去 它是一個自己的一個世界 理想像人類的一個人 這是一個微小的宇宙 小小的宇宙 理想像人類的小小的宇宙 理想像人類的技術是更高貴的 那我覺得李建築師 他的世界就是這樣一個想法 那我本身因為對建築 除了都市設計以外 對建築也很有興趣 所以在裡面有做是這樣子 一部分的一個建築設計 那其實建築本身 它的將來大概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的產生 那其實像這樣一個獨立的一個建築 它大概不會有太長 就是它不會有特別太長的一個建築或將來性 可是一個大建築 一個大的一個公園或一個大的自然 它是包含 它是具有非常廣大一個將來性 那其實一個一個一個單獨的建築 它也不會去單獨去造成社會上什麼問題 因為建築其實每一個建築師 他只要對他自己做的作品 有責任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當我們以整個環境的視點 觀點來看的話 就不是這樣的一個想法了 那這個還是李建築師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還是李建築師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我本身自己也還沒有去過 可是鵝眉山在日本也是相當著名的一個地點 那在日本來講鵝眉山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那其實我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我瞬間也覺得 嗯 在這樣做這樣的作品可以嗎 那李建築師的建築師 它在這裡做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物體 那實際上在這樣一個這麼大的環境 去做這樣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巨大的量體 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本身其實目前也還沒有一個答案 但是建築師的建築師 想要做這樣的一個物體 那可是我感受到的是說 一個建築物 它希望在這裡去設置這樣一個物體 我馬上可以感受到這個建築師 它有熱情 對建築的一個熱情 那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熱情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是我在墨西哥的小城鎮的一個作品 台北也是一樣的 但是世界中的それぞれ的都市 那其實對我來講 不管是台北市 或任何世界上每一個小城市 它都應該有它自己的一個獨特的一個identity 台北是唯一的一個獨特的一個城市 台北是世界唯一的一個都市 那墨西哥 它一樣有它自己的一個identity 那對我來講 我只要能表達這個城市 融入這個城市的identity 然後創造這個城市的identity 對我來講 我就已經成功了 那其實 我的心願很小 我比較不像李建築師 李主元建築師 他是一個比較巨大的量體 我就是把我量體 讓他安穩地睡覺而已 很燙 那我們可以想一下 如果以李主元建築師的作法 這個東西大概會這樣 呃 直立了 那可是這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這只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心中他價值感不同而已 那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去發揮這個技術 去用更多技術來完成它 是很重要的 這是北京奧林匹克館 就是鳥巢 那幾天前 其實我已經去過好幾次了 那我雖然去過好幾次 可是我第一次進到這裡面是四天前 非常不好 非常非常不好 他說設計師完全不行 他真的不能稱為一個好建築 他說那管子什麼管都 配管等等都亂跑 所以其實這句話可能有一點點老生常談 那可是對年輕人來講 設計的一個技術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那可是這一個野泳池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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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句話我應該不用翻了 他說非常瘋狂的一個巨大一個建築物 那他這個應該 李建勢這個設計概念應該是從萬里長城開始的 他連這個頭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本身可能對中國人的想法 其實不是很清楚 那當然也不是有這麼喜好 那當然其實在身體處 中國人跟日本人是沒有差別的 可是我看到的是 做這麼大一個建築物的一個建築師 他一個熱情 已經直接傳達給我了 那所以一直沒有那種慾望去做巨大建築的建築師 就不能叫做建築師 所以其實我從這邊是可以看到這個建築師他的一個野心 那這個是我在中國一個都市計畫的一個建築物 那台北市其實他最棒的地方就是他的規模是剛好 大小剛好 那其實這樣一個城市 它是一個平面式的一個擴展 那我是把這裡做一個整個都市的一個體驗 全部都讓都市所有機能都集合在這裡 那這裡預計是有15萬人口的一個都市 那周邊其實都是這些所謂的農業 所謂的農業生產 因為對中國來講 農業的生產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這部分 其實它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把這個都市它單獨看的話 它不會有問題 可是最重要的是說 如何讓這個都市跟這個農業的生產 是跟它連結在一起的 然後這裡也是李建築師在中國的一個都市設計 那其實這裡也展現了李主元建築師他的一個視野 我們可以看到 它一樣是做一個平面式的擴展 那這個好像也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那其實李主元建築師 他就是喜歡做比較大的一個量體的東西 那對我來講 包括台灣 其實與其其創作一個大城市 不如創造一個小城市 是更美的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有一個比較封閉性的 封鎖性的一個建築物群 回到前一頁 回到前一頁 像這樣一個封閉性 跟這樣的封閉性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的想法 其實與建築師的一個試點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想法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想法 本身互相之間都有一個對話 可是這裡我就不是很喜歡的 那這個一樣是我的作品 主要是在一個小城市 小城市 如何去創造這樣一個Energy 那這個是在東京旁邊的 Yoko Hama 的一個提案 那其實橫濱它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自然條件 就是隨時有非常舒爽的風在吹 那這個主要的提案 就是讓都市在都市內串流的風 來做一個風力發電的一個提案 那在這前面有一個 丹下建山的一個美術館 丹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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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丹下他有跟大家說 誰都不準 不管任何建築 新的建築都不準超過我的高度 所以我一定要超過他的高度 那後來因為警戒的關係 那Yoko Hama和賓士他後來也沒有簽了 所以這個案子後來是中指的 拼指的 可是當然其實底下已經都完成了 這個是沒有公開的 其實每一位建築師他還是要 必須儲存那種等待的力量 等待機會 這個完成之前我絕對不願意死 這個完成之前我絕對不願意死 那這個一樣是李祖元建築師在高雄的超高層建築 台灣人是他最大的高層建築師 其實台灣大家大概都不曉得 其實李祖元建築師在世界上 這所謂的超高層建築師裡面 其實也是相當具知名度的 因為其實李祖元建築師他本身獨特的一個 identity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這是因為李祖元建築師他本身獨特的一個 identity 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因為李祖元本身他有一個相當深遠的一個背景 所以其實年輕的建築師也並不一定說 一定要跟李祖元建築師一樣 是同樣的一個 identity 是每個人都有他的背景在 那可以有創造出不同的 identity 屬於自己的 identity 我這個風格是醫院的醫院的醫院 醫院的醫院 醫院的醫院 不好意思 他講的電影可能太長久了 我不是很清楚 他在電影裡面出現了一個景色 這是在高雄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超高層建築物 其實我們可以想要在世界上找到第二座這樣的形態的超高層建築物 沒有了 那其實像這樣的有自己非常獨特 唯一的一個 identity 是每一個年輕人必須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其實你們只要記得你不喜歡的東西 一定有它背後的意義在 那其實很多你一看就喜歡的東西 它大部分都是一種表面裝飾 那這個是我在一個工廠 設計中心的一個案子 那這個是日本的馬茲達 然後還有美國的青色公司福特聯合的一個 design center 還有一個工廠 那對建築物來想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業主 可是學校老師大概不會跟你講那麼清楚 我在學生時代也沒有人這樣跟我講 可是我除了社會 我才知道最重要的還是業主 那對建築師來講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去創造你的業主 其他就沒有了 其他就沒有了 這樣一個style的一個建築 這個設計我就不需要講太多了 那主要說是因為業主的關係 因為它是馬茲達加福特汽車 所以是去做這樣一個建築 小一點點 這裡的綠色的材料是台灣製造的 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玻璃磁磚 玻璃磚 世界上大概找不到這樣一個材質的一個東西了 可能各位都還不知道 沒有看過這樣一個材質 你看台灣人不知道台灣的事情 那這是工廠的部分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作品 是在九州的一個集合住宅 那這個整個project producer 是基其心 然後集合世界上所有一些著名的一個建築師 一起來做了一個案子 那我只是其中一個小兵而已 那我只是其中一個小兵而已 那我因為這樣一個建築物 我可以跟世界上這麼多很多powerful的建築師 一起來合作 那其實我們整個過程都經過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個辯論跟討論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他自己的中心想法都是非常強烈的 我們可以看到 除了這個Oscar以外 全部都是具有非常獨特強烈的一個個性的建築師 然後裡面設計最棒的就是 Stephen Hall 然後裡面設計最棒的就是 Stephen Hall 他幾乎每天都在我旁邊的一個桌子 一直在做設計 所以我每天都在看他 他真的設計非常好 Rainful House 他個性很糟糕 他應該是世界上 個性最糟糕的一個人 那我其實他 我跟他有在這個 有做一些有散步 他就說 石山 這裡為什麼有這個有梅樹 這裡為什麼有什麼樹 他就很直接問他 這裡為什麼要種這個樹 那你為什麼要種這個樹 那他是澳洲人 重要的事是 他可以講三種語言 三個國家語言 所以他沒有自己的identity 那他就說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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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一直在問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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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我很不喜歡他的一個設計 那我問他 那他是說 他的思想 他的想法是發自於日本的城 日本城 那我聽到這句話 我真的非常生氣 那我就狠狠地回答說 我下次去澳洲設計的時候 我一定要設計大隊風車型的建築物 那實際上這個世界上這個建築的一個市場 其實大家的競爭非常非常激烈 所以日本也一樣 台灣也一樣 你如果一直侷限在這樣一個小島的一個國家的一個想法 大概就很難有一個發展的一個將來性 因為競爭時代太激烈 這世界上 這也是李祖元建築師的一個案子 然後李祖元建築師就不用多講 好 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設計的一個apartment 那我是有跟我的業主講說 我希望在這裡是做一個類似一個建築物的一個森林 我認為這家公司 因為我沒有用這些案子 他講了這家公司 因為我沒有用這些案子 那是業主說 你不要給我這種斜斜的東西 那是因為我全部都會這樣 他说因为他的公司就是会一直倾斜 可是虽然业主他一直很反抗 可是我还是做了 可是因为他有点代表是说 企业也会这样倾斜 可是他还是坚持做 可是这个业主再也没有跟他 请他做第二个案子 所以有时候不要太坚持自己无聊的思想 有时候年轻人他很坚持的地方其实很小 那这个是李主元建筑师上海万博的台湾馆 那我本身其实还没看过 因为其实上海万博生我没有机会去 那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讲 就比较没有他比较自己独特性的国际性的爱丁这体 这个对我来讲只是一个比较异国的一个风俗的建筑物 那对于欧洲人来讲西洋人来讲他又觉得这个是一个东方的建筑物 那接下来其实已经快到尾端 那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做的一些展覽 其实从现在这个世代对年轻人来讲 不管任何这种expression或者是说博览会 或者这种展示的一个机会都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你们不可能有任何机会 几乎百分之不可能有机会去设计101这样子一个量级的建筑 所以你们就朝这种小东西或者pavilion那种临时性的建筑去思考 从这里开始去发掘每个你们自己的一个chance 那这个是你就非常彻底的去从这里 从慢慢去累积你的经验跟累积你的去找取你的机会 这是1991年在在广东的女佛陛下的 那这个是在1991年在英国女佛陛下的一个博物馆 然后其中一个展示的其中一个日本馆 那其实所有的很多展太小其实都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其实你们可以朝着这种比较大一个exhibition 然后去做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两个月的展期的exhibition 那我这里大概花了20亿日币 那主要主题就是bad test 就是不好的一个test それは台北的台北の中でも 例えば龙山寺とかUGに感じられるbad test 其实或许有的人对台北龙山寺 他也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漂亮的建筑 那其实很多他很热忠于现代建筑的人 他对这种传统建筑 他都不认为是一个好建筑 可是我刚刚有提到 你不喜欢的东西一定有它非常大的意义存在 bad test 就是 modernism 他也不认为是一样的建筑 其实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对这样的传统建筑 会有一个就是不是很喜欢 马上觉得不喜欢 其实这都是当时欧洲人 他们对他们发展这现代建筑 然后造成各位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 应该要把这种不是很好 乍看之下不是很好一个品味的一个东西 还是要去品味它 所有东西只要没有它的out 没有它的深浅 没有它的变化 它就没有将来性 那这一样是在当时的伦敦的exhibition 你们看就是很糟糕的一个组合 其实这个都是那种 里面是电脑式的就是那个抽签的 那个拜伴那个抽签的一个机器人 那当时就是当时的天皇 日本的天皇陛下还有查理斯王子就来这边 然后就抽签 那后来他被日本政府发了一大顿脾气 天皇就是天皇就是神 怎么还叫他去抽签 他说你怎么叫天皇去抽签 被发一大很大一顿脾气 那因为他被骂得太惨了 所以他真的觉得那我做了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其实这也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我们还是要做很多事情 你还是要去做赌注 那这个是我本身最爱的作品 那日本我觉得最糟糕的品味就是这个孔 可是我们跟这个这么平面化建筑建筑相较化 它实在太美了 很有变化 那我认为这个是日本的文化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作品之一 其实它可以发出八种生物的一个叫声 它不只是长颈鹿或者莱恩 它有很多很多的叫声 那个动物的一个声音可以出现 它总共有88种动物的声音mix在一起 中国大陆 其实中国という国も88个民族が集まっている 中国好像也是总共民族 总共有88个民族 一样的事情 这是我跟七仙岛市的一个小朋友 一起到伦敦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像七仙岛市这样一个海港都市 它就是去靠之捕捉鲑鱼来维持它的一个生活 那其实在英国有一个团体叫做Greenpeace 它就一直在反对再去捕捉鲑鱼 那为了这样子其实我集合了50位七仙岛市 东北的一个小朋友一起到伦敦 然后在这个英国的这样王室面前 然后做表演 就叫他们不要再禁止我捕捉鲑鱼了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设计 其实对我来讲不是传达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 而是这些小朋友这些每一个人他生活的形态的传达 那像这种这种这种活动 这种产业其实这样都是很有将来性的 可是一个大尺度的一个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小尺度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它就没有很重要的一个价值 那这个是一样的小朋友 然后在伦敦的公园做一个表演 其实这样50个小朋友的表演 可是几乎集合了10万人来现场观赏 那像这样也是一个设计 可是它不叫做现代设计 它是在现代设计以外的一个想法 那像这样子如果这样的工作 你也可以收取一点费用化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 那实际上我希望年轻人还是尽量去找出自己这样一个机会 那这个也是一些我做的一些pavilion 一些临时性的一个展示建筑 那像那种参与这样的一个博览会设计费都非常非常少 其实真的建筑它会有更多设计费 可是像这样的一个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它觉得设计费还是应该有基本的一个水准 不然太低的设计费还是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设计 其实像这种pavilion的一个做法 其实是有将来性的 也是让各位可以做很多的尝试 可是最大的问题它的设计费用相当少 大体的1on1みたいに 大きくて100年ぐらい持有建筑 像台北101这种就盖好它就可以维持100年的建筑 大概将来性已经定调了 不太有太多的将来 其实像这种做短暂的做 就把它拆除这种建筑物 这种临时性的建筑物也是非常重要 这样的尝试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是我参加威尼斯双眠展的 这个一样是地震 一样是在台中也曾经发生过大地震 然后这个是我主要是在 在板神大地震之后 在威尼斯所展的一个展示 建筑物的将来大体时间が経て 皆こういうもの 其实作为建筑物只要经过长久时间 就有可能就会变成这样的形态 这是去年非常大的一个地震 海啸 这对我来讲 经过三一大海啸的地震之后 我整个想法完全改变了 那其实日本真的文化开始 那时候是大概是一百年前 当欧洲文化进来的时候 然后他在日本文化里面 接触到欧洲文化大概是一百年前 然后接触到美国文化大概是五十年前 那可是他日本所受这样 所受这些西洋文化影响非常大 那其实我们常常也被讲 你们都是假的美国人 那其实很聪明的他就可以看破这一点 那实际上我们经过这样子的大地震 跟大海啸的事故之后 我们就开始思想一些不同的东西 可是它有一样的很深远的价值 那其实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当然这个世界是非常悲惨的一个经验 可是对我来讲也是非常大一个刺激 那这个是我最第一个案子 那其实对我来讲 我本质上是比较喜欢这种小尺度的一个东西 那实际上日本的文化大概从古早以前 就是对这种做小的精致的东西 就是比较上手的 那它这个其实很小很小 是我大概在二十岁左右的作品 那对我来讲 虽然它这个非常非常小 可是在我心里面 它是跟台北101一样的价值 其实很多小东西 你还是有很多这种技术 可以把它发挥 所以你这些都 这些都需要很多不管建筑的大小 它都需要很大一个热情 那这个也是我主要是在表达一个不好的品味的建筑 然后这个是可以代表日本不好品味的建筑之一 那国家城 名古屋城 然后这个是在世界的地上的一个主要的纪念塔 这是世界设计展一个纪念塔 那这个是我主要是在模仿高地的那个 圣家塔 那其实所谓模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像高地这样一个天才型的人物 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天才 所以我们本身很难有自己的原创性 所以只能模仿 可是像这些想法 它生成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你知道这些模仿的生成意义去模仿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模仿意义在哪里 只是单纯的一个表面的模仿 那这样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我有做了一些策略 那其实那时候名古屋市 他还是讲 你在这附近你不能给我盖 你在名古屋不要盖一个 比这个名古屋城还高的一个建筑 可是他只要跟我讲 不行这样做 我就特别想那样做 那这个一样是透过日本 很好的一个技术完成 那这个 它这个是可以伸缩的 一个电动式的一个伸缩 那当名古屋市的一个官员来的时候 我就赶快把那个按钮按下去 他就缩下来 他们走之后 我就再按一个按钮 又把它伸上来 就比名古屋市还高 建筑或是框架 都是各种坏和悪事业 所以当你要做这样的纪念塔的时候 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些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比较挑战性的一个想法 其实一个什么都好的人 其实他大概也没有办法成就什么大事 所以我建议大家当一个坏人 那这个是一个模仿的典型 那这个是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模仿的一个形态的一个 那实际上当时都是透过这些 当时都是透过电脑然后去搜索资料 那我相信在场各位年轻人 你们在做电脑这些资料搜寻 表面一个创意还来得重要 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的年轻人 都没有理真正与你的名字 但是自己的名字 成为何要到世界的级续 那是真的非常深刻考虑 所以我希望在座每个年轻人 都试着去找出自己独特的名字 隣的桌上 不要模仿旁邊在你旁邊的桌子 做設計的人的設計 那個都是完全沒有價值的東西 那就是最後的結論 我現在的說話就好了 謝謝各位今天晚上的參與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大約40分鐘左右 由原資大學藝術創意系系主任阮清岳老師所主持 邀請石山修武先生以及李竹源先生 來一個對談的一個非常棒的一個交流的一個場 那也請我們工作人員幫忙椅子移動一下 還有前排燈光請打開 然後這個螢幕關掉